十个棍子,你打我十棍,我一定要给你一刀 一般都是不断的升级 这就是众生由于诚恨所导致的恶 所以血气之勇,血气的斗争都是众生的常态 本能就是这样的 所以修行人就得要忍 能忍之忍,视为大力量之忍 能忍,心自上一把刀,一把刃 所以我们要奉行佛陀的教授,一定要忍 那怎么忍呢?实际上不能忍,还是一个我执在那做怪 他骂了我,我就不依不饶 他打了我,我一定要还,你都还是个我 所以要解决这个憎恨的问题 忍怒问题 首先把它作为破我之的一个机会 能够把它作为修慈悲心的一个最好的机会 你对这些伤害你,侮辱你,诽谤你的人 不仅不跟他对抗 而且要对他生怜悯心 慈悲心 要揍到他的心 因为他跟我是同体 所以当被别人骂了,打了的时候 甚至无缘无故的时候 你怎么忍,首先做这种观想 首先做还在想 你思维,为什么他会骂我打我 这么没有道理的对待我 这一定是我前生也曾经骂过他 打过他,伤害过他 肯定有这个因,才会有这个果 现在他骂我,打我 正好做还在想 你做还在想,心里是比较平静一点 平衡一点 然后,对他要做这个父母 父母想,我要对他孝顺 做子女想,我要对他慈爱 做同体的,都是未来主佛想 我要对他恭敬 你要把这些观想很纯熟 以后,你的那种愤怒的心 就会慢慢地平息下去 做这种观想 再加上,赶紧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你要抢念阿弥陀佛 你只要把这个佛号能够提起来 就能压住那个称恨的怒火 为什么 因为这个名号里面有一种力量 就是专门对峙 尘恨的 就叫欢喜光 明号里面十二光楼 有一道光明叫欢喜光 欢喜光就是对峙我们的这种 诚恨性的 你一念 他心欢喜了 以欢喜的心 对待他的一切谩骂 无辱 打这个壮大 你有这样的一个平和的心 宁静的心 你就是走向一个修行的道路 一个修行人的一个准则 就是把一切恶骂当干禄一样 不仅不承认 而且对这个冤亲在主 生感恩的心 你帮助我成就引入波罗敏 就好像释迦牟尼佛 对提伯达多是什么态度 提伯达多都要害佛的生命 都出佛声学 然后佛没有跟他过不去 释迦牟尼佛而且在法华会上 赞叹提伯达多 由于提伯达多善知是乎 令我快说成就 咄罗咄罗善变善不提 实际上在这个时代 有冤成在主 有一切非理打骂我们的人 确实是逆阵上缘 帮助我们成就道义的 一切人的成长是需要冤家对头 伴随着我们的 就好像你这个刀只有在这个磨刀石上去磨才能吸力一样 所以这是一个佛教徒应该面对的一种观念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妙夜禅师在念佛指指的这种十种障难 十种障难就是遇到冤亲在主的无辱 不加深变 是这个无辱为自己修行的极好的机会 所以你把这些佛法的道理真正弄明白了 在知见上观想清楚了 行为上又能够把这些佛号能够用得上了 金刚王宝剑 那么我想你难忍的这种情况就能忍得下来 难忍难忍就是菩萨 我是一个农民要种地 可是有时张家上会长很多小虫 不打农药影响收成 人打又犯杀戒请开示 谈到这个问题 实际上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很感悲痛的共业 打农药问题也无非就是近百年的历史 西方人发现的 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的大国 没有农药化肥 张家不是照样长得很好吗 生存在这个土地上的人不是照样活得活下来的吗 所以我们要思维是不是应该打农药的问题 美国有一位这个科学家 这个科学家 等他得了癌症的时候 他写的本书叫寂静的春天 他在反省这个问题 就是自从西方的发现化回农药之后 农药杀虫剂 就开始跟这些昆虫展开了持久的战争 为什么要打死这些昆虫 无非是这些昆虫吃了一点粮食 实际上昆虫吃点粮食 你还能够收一个百分之七十八十吗 这样跟昆虫共生 这不是很好的情况吗 现在人的自私自利就到了 你不能吃我一点 你吃我一点我就干掉你 那好吧 那你能够干掉这些昆虫吗 你也干不掉 因为这些昆虫马上有耐药性变异性 当它有耐药性的时候 你就发明更毒的荣药去对付它 对付它 它还展开了新的耐药 然后你就试自更毒的东西来做 这就是不断升级的 你看人类人和人打仗 人和昆虫也在打仗 好打到最后怎么办 实际上伤害了昆虫 也伤害了人类自己 癌症怎么来的 原来没有那么癌症 因为你把这个昆虫 所谓杀死的时候 这些毒素也在粮食上 这些毒素也吃到了人的身体里面去 于是人的各种怪病就出来了 当你把昆虫消灭的时候 所有的鸟 蟲 都杀死了 春天本来是白鸟邪名的 充满生机的春天 就被它的喷洒这个大量的 这个这个杀虫剂 成了寂静的春天 没有一点鸟的欢歌笑语 当整个春天都是寂静的时候 当整个生物链 你把多少昆虫生物都伤害了 生物链都残权不全的时候 你人类也不是死路一条吗 现在就是这个近百年来 这个生物的多样性 生物链已经受到了巨大的摧残 每天有几十种生物灭绝的速度 向前推进 这就是所谓人类用所谓的科技制造的一个结果 最终人类要给自己绝下魂墓的 所以我想回到我们中国传统的 我们的农业的观念 一个农民是多么的慈悲 他热爱他的土地 土地是有灵性的 热爱这个土地的每一个昆虫 他有他生存的权利的 你给他一部分的布施 他也是回报我们的好意 我们跟昆虫共臣共生 这就是最好的一条出路 所以希望你以佛弟子的身份 你就不用农药 不用农药有时候觉得 哎呀如果一点收成都没有怎么办 我想不至于到一点收成都没有 再给你教一个方法 也是一个居士 也是一个种瓜的一个农民 他也是担心他的瓜没有办法修成 但是他又是承包的 要每年交多少钱 如果瓜都被害虫都搞掉了 他也没办法 所以他有个方法 你可以试试 他就用自成的心 在观世音菩萨面前念大杯水 念四十九遍 念完之后 他就把这个水呢 放在喷雾气里面 然后就用这个喷雾气来撒 一边撒一边念 拿某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最后的结果 还真的很奇异出来了 他的这个地方 没有受到昆虫的伤害 收成还比那些打农药的地方 还来得多 好 请看一下 我在今年五月份 发新《宋妙法莲花经》三十部 为我的亲人朋友征服宵夜 每天晚上诵经到十到二十分钟左右 都会有淡淡的檀香味 诵经几年从未有过 从未有过现象 我想请问师父 送完三十部以后 是否还继续送下去 《宋妙法莲花经》作为大乘的一部 纯元的佛典 是成为开悟的能言 成佛的法华 法华经 确实诵词功德也是甚深甚大 尤其在末法的时候 能读诵法华经 书写法华经 你看法华经都谈了很多很多的功德 所以你由于自成去送 就会出现檀香的味道 这是诵经功德所致 所以如果你对法华经有特殊的因缘 可以送下去 以送法华经的功德 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也是一样的 法华经讲 在《要王菩萨本事品》里面讲 一个菩萨 一个善女人受持法华经 就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我想以后是不是继续送下去 你可以自己看自己的好药 如果你觉得送得很殊胜 很舒服很慎心 你可以继续送下去 如果你觉得三十部送完了 我换个经 那也可以 那你就送阿弥陀经 或者无量寿经 也都一样 拜雪胡颤是不是读法 这个都是伪经 你不需要拜颤 不要拜这个颤 你要拜就拜大悲颤 或者净土颤 或者凉亡颤 我们佛门常常通行的颤法就可以了 在家居士 住三十世信念 可别人抄见亡人颅法吗 但是信念尽管标明是中逢禅师所做的 但印竹不认为是中逢禅师所做的 是后人伪造的 那么在家居士 你的本分还是自己老实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你现在的心力和情况 也不足以能够把他人抄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所以你要做的还是老实念佛 把你念佛的功德给相关有缘的人去回向 比较合适一点 末法时期白衣上座 讲僧团过师绑身 王翠明女知识讲法出光盘 在家居士常常谈论僧人 居士讲法出光盘奴法吗 现在有许多僧人居住居士家奴法吗 无论是在正法相法末法 注持佛法的主力军还是僧团 所以其中弟子都应该团结在僧团的周围 来扶持佛法 僧团为内父 居士为外父 所以对僧团一定要维护他的形象 不要轻易地去诽谤僧团 一额阳善 当然僧团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我们就看好的一面看主流 不能看到一些不好的 就恨不得满世间去讲 让外面人都知道 损害佛教的形象 让社会人士对佛教产生不了信心 这是有很大的罪过 当然有某个比丘做的不好 你可以对他进行劝谏 万一他劝谏不了 你觉得不如法 你可以对某个比丘或者比丘尼 你可以敬而远之 不轻信 这都可以 但是你不要随便去说过失 那么白衣讲法 一般讲白衣高座比丘下座 是佛教的摔向 是不如法的 佛陀在世的时候一些居士讲法 像几孤独长者他都正到出国 他讲法之前都得要先向比丘顶礼 然后也不伸大座 就在旁边的座位上来说一说 他修学佛法的体会佛法的精药 这是可以的 所以居士也不能傲慢 那么如果居士也不是说不能讲法 以交流的形式跟大家谈一谈 也是可以的 那么有僧人住在居士家 这是不如法的 僧人就应该住在寺院 就好像鸟要投森林居住 贼要投贼窝居住 僧要投寺院居住 是相应的 如果住在居士家 跟白衣居士长期住在一起 就有很多的是非出来 出家人尤其是末法时代 一定住在僧团相互监督相互劝劲 他住在一个没有监督力量的地方 常常会放逸 一放逸他的烦恼起现前 说不准他的实戒 他的出家的形象都会大把折扣 所以希望出家人住在寺院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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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命中时 用念佛机和人住念有何分别 一处相同吗 灵中 灵中 如果有同修 住念团 还正好是有人住念 活人在住念 跟念佛机在那念 效果是不一样的 人能再到 人住念的加持力大 念佛机还是 如果没有人住念 也就没办法用念佛机提的 如果有人 还是用人来念佛为好 我每天都念阿弥陀佛圣号和弥陀经 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和求灵中时阿弥陀佛来解饮 如此求是否贪心 这不是贪心 你这样求阿弥陀佛才欢喜 如果不这么求反而麻烦 你就发愿 念弥陀经和念圣号 都要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你心量大一点 你就普通法界众生 共同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五因 是否就设身相想行实足以解释 五因之圣苦 若有五因五因之圣苦为八苦之一 那极乐世界又怎样称为 无有重苦但受足乐 这个五因之圣苦西方极乐世界没有 我们这个世间会有色素想行实 里面具有很多的魔障很多的欲望 所以每天晚上都不得安宁 西方极乐世界 他的身体的体质是金刚拉洛炎的身体 他也远离了我执和身见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他有无量寿的得能 非常的激定 这个 所以正因为这样才是没有身心的苦劳 永恒的受作法性的快乐 指此木法时期善知识难遇 众生不知念佛 因此地狱众生如何得度 命地只曾发愿当一不信宗教的人进入佛门 但并不如愿 我是否可以放弃此愿 请开手 在木法时期 确实众生人也仗很重 而且是一代不如一代 一年不如一年 随着人口的增多 深层之缘的匮乏 善法的隐没 以后众生他就更会用那种恶法来武装自己 恶人以恶为能 人与人之间 国与国之间 将会有更多的摩擦和争斗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贪嗔吃起来了 那么良知良能就会隐没 福德智慧也会减少 众生不知道念佛也是越来越多 但也有一种情况 就是众生在受苦的时候 他可能会产生厌理性 可能会引发他的善根 所以这个世间以苦难为师 也是有他的道理的 太享乐了 反而他寄不起念佛 所以我们要发愿帮助所有的众生 传播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 告诉念佛法门的好处 如果有善根缘分成熟的 自然就带进来了 如果即便是还很难进入佛门 也没有关系 至少给他接了个法源 至少让他知道了有这回事 这个金刚种子不种下去 等到直接因缘 他可能就会破读而出 所以这些不要急躁 也不要强加于人 你一定要观机 观察他的机缘是否成熟 给他介绍一些佛教的书籍光盘 要有耐心 所以你不要去放弃 这个度众生的愿 而是说你要掌握一些方法就可以 莲花在其保持 凋谢后可否再生 没有问题 如果说你一段时间烦恼性很充 从雕枯萎了 或者你有一段时间感觉到 哎不行我要进一步 我要重新发心念佛求往生 很精进 这些雕塞的莲花又开始再生了 不会有问题 不可能说只有一次机会 机会是随时掌握在自己手上 阿弥陀佛不疲不厌的 只要回头 就像子女要你犯了一次错误 可能他开始警告你犯了错误不理你 但是一旦犯了错误 这个母亲还能不理吗 只要你悔改 母亲也很高兴 第二次犯了第二次犯了那怎么办 你只要悔改 照样会接纳 是这么一种信 请问净土法门执着有相 那怎样切入中观法门 缘起信空呢 其实执着这个象里面就包含着真空 为什么要了解净土的象不是一般的象 称为第一异地 称为第一异地 妙境界相 妙就是奇妙的 不可思议的境界之相 是来自于第一异地 第一异地就是主法的空性 必尽空无所有 所以当我们信念这个妙境界相的时候 实际上就切入到那种中观的 这种真空妙有的 中道了异的 那么这个名号是缘起的 是阿弥陀佛用他的 怨发怨这个缘来生起来的 那名字名号体性是空的 正是符合缘起信空的道理 你念这句名号的时候 我们的心本身也是摸 看不见摸不着 这个心怎么怎么出来 当你去念这句名号的时候 你当下再念能念的心 能念佛的心就起来了 这叫缘起 但这个能念的心 虽能顾名利地 但是你看它是怎么起来的 既然是缘起 它能念的心当体也是空的 所念的佛号也是了不可得的 你要从这个能念和鼠念当中 体会它本性上的那种 毕竟空无所有的特点 你体会到这点才会讲到 为什么这些名号能够让我们指一些妄想杂念 而且让我们心越来越清净 因为它本身就有空的东西在里面 有无量寿的特点在里面 因为这个名号总是总是有一种像的话 就让我们心越来越执着 不是这样的 我们是通过凡夫众生都有执着 要通过对一个有像的执着到达无像 从有像到无像 从有念到无念 从有生到无生 这就是善巧方便 请问法师去年 父亲去年过世 在四十九天内 我念阿弥陀佛符号即送地藏经 吃素及布施 布施是否能帮助到父亲 肯定是有帮助 你把宋经念佛的功德 吃素布施的功德给父亲回向 对父亲有帮助 但帮助到什么程度 这就要看你至诚感通的这种程度 如果你父亲 如果最重要的帮助是你在父亲 佔生的时候 要让他对尽头法门产生信心 这是非常重要的 他只要产生信心 真的是临终时生乃至一生不能忘生 如果他信愿型不能建立 他再滑到中阴生阶段 又在中阴生阶段四十九天 他要投身了 这就比较麻烦了 如果他中阴生阶段 你给他做种种的功德回向 是能帮助到父亲 请问法师 我们有时一听经就会打瞌睡 是消灭障吗 还是灭障重的原因 那你想你打瞌睡是消灭障吗 打瞌睡正是你灭障重的一个原因 这叫昏沉 一般的人他平时还挺有精神 让他抽马匠 他整晚都可以不睡觉 一让他去念佛 他马上就打瞌睡 这可不是灭障重吗 你的内心一切恶法让你成就 一切善法就有障碍 这就是灭障心 所以你一定要对峙这样的打瞌睡的烦恼 对峙你就掐自己的手吧 掐痛一点 这个要给自己一点体罚 要警觉自己 如果你在家里念佛送经有这个毛病 你得赶紧在佛面前磕头 忏悔哦 不能说一打瞌睡正好就睡觉 这个甚至还有人说 这个念佛在那里打瞌睡 并且打瘋了 这是不是进入山内啊 这叫打瘋独三昧 这叫打瘋独三昧 那也 这些我们都要 一定念佛一定要 止观伤运定徽等值 淋淋不昧 不昏尘不吊举 才能功夫用得绵绵绵绵绵绵 才能上路 昏尘吊举的毛病一来 你都要想办法去对治好它 请问 请问耶是因缘生吗 本性是空吗 耶 耶是怎么来的 啊 一般讲 山正 岳霄山正 足烦恼 啊 祸耶苦 由于我们有祸 祸就是烦恼祸 啊 贪真吃卖疑啊 啊 这些祸 于是就会鼓动身口一山耶 去作为 啊 心举行动念啊 前面的身口其实就在四项上有作为 你身口一山耶的运作都是导致这个孽的主体 这是卡玛 啊 所以这个孽 孽的产生 产生之后它就有果报啊 苦的果报啊 啊 啊 那么这个祸耶苦三三者它自信也是本空的啊 啊 这个烦恼里面也有成绩光的自信的啊 啊 所以我们要使这个念从那种恶耶染耶变成禁耶 还是要从发土地心开始 我们这一念心啊 啊 比如我夜里瘦破心求极乐 我细心在这个佛号上啊 啊 我多舍六根的去念 那么这个念就是在造禁耶 身口一在做禁耶啊 啊 禁耶 这就是熏悉哦 在我们的阿纳耶诗里面 我们原来的夜时的心都是染灼的 都是三个道的 现在我们用一个信任称名的这样的过程 就用这个不可思议的名号功德 来熏悉我们一个敬业的种子 啊 这个敬业种子念佛的过程就是熏悉的过程 啊 我们自信本具的是自信清净心 但是自信清净心被一转变成了阿纳耶诗 啊 阿纳耶诗的功能就一心两门 有心真罗门 心生命门 啊 心助罗门就是极然不动的心体 但又同时圆起种种的万象 啊 所以我们讲 谁言不变不变谁言 就是我们的念头的本来的场合 啊 所以我们就要随禁缘造禁耶 啊 啊 改变原来谁那个恶元造恶严造恶严的那样的恶性循环啊 啊 所以我们都是自信本空 但是我们实际上是不能限量签证这个空性啊 啊 这不是我们现在的水平啊 啊 就好像我们在做梦 你也知道是什么是梦中 但你怎么醒梦 你还在梦中 啊 梦中在说梦 你从梦中醒过来你才有资格说 哦 这个空性啊 梦中分明有六趣 绝后空空无大情 问题就是这个绝 我们能不能觉悟啊 那面对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是用这个名号来觉悟自己 我们的主能工 无量光色的主能工 被这个分别执着烦恼 所遮盖了 就好像我们主能工正在睡眠了 啊 一睡眠的话 这些心意识的贼 烦恼贼 反而当家做主了 啊 于是我们认为我们心里想的这种颠倒的之间是正确的 我们对五一的满足是幸福的 我们都都颠倒 于是我们的主人工就越来越昏沉 越来越憨睡了 啊 这个汉塞过程就是前面讲的这个 这个 一人真忘 忘了 啊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用这个佛号来唤醒我们的主人工 深深唤醒的来人 啊 所以你说 念佛的好处在什么地方 他唤醒良知良能 当我们叫醒 一旦醒了 醒过来了 那你就大车大悟了 你从睡梦里面醒过来 睡梦就不存在了 那时候睡梦的虚幻之相就完全没有了 啊 所以 要证到这个这样的空性实际上就是无神乏人了 啊 那么我们了解这个道理 但最终还是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证到这样的真空妙有的限量 好 我对阿弥陀佛深信不疑 可是西方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 我却有点怀疑 总觉得真会有这样的地方吗 我每天坚持念阿弥陀佛 却总对极乐世界倒有怀疑 这样的念诵似乎是没有用呢 请开始 你倒是比较老实 其实大多数人都这个样子 这个怀疑 可以理解 因为极乐世界的庄严太清净了 太超越了 它不是我们的凡夫的境界 所以我们只要一想 进入这种想的过程 我们越想越觉得不可能 因为它不是想的范围 这个我们常常说地下的蚂蚁 你跟它讲我们现在的境界 有地毯 有佛像 有扩音机 有高科技 你用蚂蚁的语言跟它讲 他也会 他也会 虽然那个 如果你试一下 蚂蚁王跟他讲 蚂蚁王没有骗他 他也觉得好像有点相信 但是一想 用蚂蚁的思维 蚂蚁的境界想 哪有这个境界啊 越想 因为它的蚂蚁的境界 是它的一种认知结构 所以这个人的法界的这种神庙 不在它的认知结构里面 所以用它的认知框架 一框 太离谱了 他很难相信 那蚂蚁还是畜生道 还跟我们还比较接近 现在我们对极乐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超约 比蚂蚁相信人的境界更难 他超约了天道的法界 超约了声闻的法界 超约了圆觉的法界 超约了菩萨的法界 直接到佛的法界 看到佛的法界展示的一尊法界 那种世事无碍的情况 我们怎么可能会 马上相信 他是世事无碍 他是超约了时空 他是一法具足一切法 他是每一个珠子都浓舍到所有的珠子 他是每一个空间 一个局部都浓舍到十方无量无边的空间的信息 这哪是我们思维的范围 都是我们的境界 所以你一想 就觉得哪有这个地方 你讲这个我 都很有体会 我原来是在中国佛训院教净土宗的 我不是要备课吗 我原来备课 那净土宗教程大家看过 都是我原来备课的讲义 我在一边备课的时候 我忽然会冒个念头 哎呀 还真有这个地方吗 这有点乌韬邦 这个水有那么厉害 水又能够冷暖身前随人的意志 而且能够讲出种种的法 你越想越觉得不可能 因为他我们这个世界没有这个水啊 但是你慢慢地 你透过这样的怀疑的往 你逐步地去用比较 通过念佛用比较清净的心去感知 就会越来越觉得 这种一正庄严是绝对真实 当我们有怀疑的时候 这是我们开始要经过的过程 等到你慢慢地去念佛念了若干年之后 尤其名号里面的智慧光开显了 哪怕我们一点点的星光的话 我们对极乐世界的全体的庄严 不会有任何的怀疑 即便我们从理性上限量上 还不能彻底相信 但至少对梁土世尊 对阿弥陀佛跟我们讲的话 我们相信佛鬼故 我们不会怀疑 以及正因为众生一种怀疑 六方诸佛才伸出广张色相 来正信这个净土法门 这种西方极乐世界庄严的真实性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怀疑的心 慢慢地给它降伏下来 降伏下来不一定有智慧的信 但至少是从养性开始 信仰的养性 所以释迦牟尼佛 释放之佛不会骗我们 他讲的话既然是佛讲的 我就相信 理解了要执行 不理解也执行 你这样下去 所以你用真性的心去念 你的效果会好 但有怀疑的心去念 有不有效果呢 会打折扣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专门 有一个叫边地移层 这就是面对你有怀疑的众生 他能往生 但是要往生到边地移层 在那里面先待五百年 才能出来 在五百年以后 把你的怀疑的根在那里 拔除 那个拔除也不是靠自己天天琢磨 而是阿弥陀佛放光进去 这个光明 因为你怀疑是什么 怀疑就是愚痴 就是黑暗 有一根就是愚痴的传门 对这个愚痴你用般若智慧去对峙 你的这个信心陡然上来了 你的信心就是般若智慧 叫信慧 有怀疑 还说明我们比较愚痴 如果你对阿弥陀佛深信不疑 实际上 你如果对这个极乐世界种种庄严有怀疑的话 也说明你对阿弥陀佛也有怀疑 因为正道和依报是同沟的 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种庄严 都是从阿弥陀佛的愿心里面流现出来的 所以这两者你要相信都一起相信 你要怀疑是一起怀疑的 不能说你对正道的阿弥陀佛我很坚信 对依报的极乐世界你有怀疑 这就不对了 所以就从你对极乐世界一报专业有怀疑 实际上